记者姚介修桃园机场报道,内政部移民属于12月13日在桃园机场举办证照辨识达人比赛 业余组齐聚桃园国际机场华山论剑,争夺护照辨识地表最强的封号 经过几轮护照辨识,机制抢达及趣味抢达的激烈竞争,最后奖落积分最高的华航地勤人员 除了业余组之外,这次辨识达人比赛还有20位辨识高手的移民官参加专业组比赛 业余组有中华航空、长荣航空、国泰航空及远东航空等4家航空公司地勤人员 以及蔡蒙股份有限公司、申衡昌股份有限公司均派员参加业余组比赛 在活动的过程中,第一轮就试真为护照考题交由各组群手进行辨识并找出卫版护照 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者为优胜 各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及免税商店客服人员 自上午入门课程中所习的护照便是秒杀法 立即运用于比赛中相互抢达争取积分 全力争夺达人英雄榜排名第一个头衔 趣味问答及机智问答都让业余参赛者拿到分数 最后华航以11分的成绩夺冠 第二名则是蔡蒙免税店 而且所有参加的队都拿到奖品 移民署长杨家俊也指出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 平时办理航空公司联合证照便是讲习 让地勤人员认识各国旅行文件 入境相关规定及旅客筛律技巧 藉由举办竞赛事航空工 私地勤人员内化专业之事 让地勤人员于航空公司报到柜台 转机柜台及登机证查核等场合 如遇可疑证照可及时通知移民官到场 提升国境整体安全效能 强化移民署与各单位合作关系 以延伸国境查器防御界面 杨家俊强调 为加强地与现移民官对位 并造护照的辨识能力 移民署每年定期举办各国护照辨识训练 并邀请各国证照查验专家分享专业辨识要领 为提倡并激励基层移民官的学习风气 同时检验训练的成果 特别举办了这一次的比赛 以达到强化我国境安全 提升查核能力 杜绝非法偷渡的最终目标